割了好多甜芦素,剥去最外面的一层一,甜芦素的甜度非常高,水分非常足,包开外皮,放入篮中,清洗榨汁器,出汁口接上容器,把甜干放在压榨器上压榨,能榨出好多的汁,汁水通过凹槽,流到容器中,一会的功夫就结满了,总共榨出一大盆的甜汁,把汁水舀入锅中,开大火熬制, 等到汁水蒸发,继续加入甜汁,直到加完,熬制过程中,正好收到在德物买的新手机,好的手机能更好地记录生活中的点滴,德物上华为苹果都是官方授权有保障的,手机比专卖店省了不少呢,评论区还有活动,熬制好的红糖撒上食用玫瑰,冷却后划开红糖表面,再掰成块,香甜好吃的玫瑰红糖就做好了。 导演